辣子素食省錢省時間 但有沒有省錢現在可能要留個問號 因為現在餐飲業漲個不停 進麥當勞套餐全面漲十元之後 肯德基金今天宣布二十號也要跟進漲價了 最多漲十一塊 那麼就連過去十年都沒有調漲的價格 飲料類呢也漲幅有三到五元之多 那麼在歲末年中 你可以注意到各大素食店的祭出超殺的優惠 但專家看得到說這只是呢 削弱漲價對民眾衝擊的新銷手段 雙手一絲吸附其中的滿滿肉汁 從Q彈腿肉中蹦出 肯德基炸雞是不少人的心頭愛 但這美味炸雞之後可要漲價了 然後現在肯德基要漲價了 真的喔 民眾難眼驚訝直呼明明前陣子 麥當勞才剛剛調漲 怎麼又有素食要變貴 不只經典的炸雞跟蛋塔變貴六元 薯條條幅最高也有七塊 至於漲最兇的花生熔岩卡拉基腿堡 則是一口氣漲了十一塊 現在什麼東西都變貴 可能會少吃一點嘛 反正那也沒有很健康 每個東西都漲十塊錢 是有點小貴 應該五六塊吧 如果要漲的話 大概五六塊可以解收 已經被漲價潮搞到麻痺 但看看各家素食業者 十二月祭出的優惠 肯德基不只有買一送一 炸雞桶更直接打六折 麥當勞也祭出雞塊與雞翅 買一送一活動 打美樂更狂 不僅大小披薩打五折 還可以免費升級 這一波操作彷彿是在幫消費者 減緩漲價衝擊 今天從漲價的角度來看的話 那他在做一些優惠 並不是當然真的要做 所謂的優惠的部分 而是讓消費者能夠 在所謂的心理狀態下 他會覺得說 好像雖然說可能接下來要漲價 但是現在我可以買到比較便宜 或者是在這個期間當中 先多購買一些 優惠促銷看似沙很大 遊戲 搭配